我觉得创造力 在这样的古老艺术的 传承传播的过程当中 首先是看你有多少能量 把它守护下来 因为一谈到创造 总是说发现一个全新的东西 但我们的创造力 首先来源于 怎么让那些久远的旋律 音符 文字 表演 整个体系 都可以被妥善的 有机的保存下来 这是考验当代人 面对过去 给他一个未来的 一个最基本的基础 而在这个基础之上 要面对今天的审美的 全新的方式 给今天的人接触传统 接触古老 一个有效的途径 一座桥梁 我觉得创造力 是让这样的途径 变得非常的清晰明显 谁都可以在瞬间感受到它 那这种形式跟方式跟方法 它就是创造力 我觉得美是存在着 一个非常无形的一个东西 因为就像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448年前的一个唱段 原封不动地被保存下来 用一个全新的方式水墨心调演绎以后 一个女孩听到这首曲子之后 就情不自禁地开始哭了 一直哭到我唱完 她告诉我 这是她第一次听昆虚 我觉得这就是美 美其实是无形的 但是我们这些创造者 在感受这些无形东西的时候 是通过一个有形的方式 转换出来的 在若干年前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当中 我看过一个好像是意大利的电影 叫凯撒必须死 那是莎士比亚的凯撒大帝的 一个特别的电影版本 是一个电影设置组到监狱里面去 让这些犯人们开始尝试 扮演这个剧当中的角色 那随着这样的一个制作跟排练的进行 你会发现电影给我们呈现的一个是 监狱的囚犯们开始忘记自己的身份 他们的生活跟演员的生活 他们的生活角色跟舞台角色 越来越模糊了 最后他们完美地用自己的本真 他们都不是演员 在监狱的舞台上演完了这出戏 当我们知道这个电影就要结束的时候 其实不是这样的 介绍其中的一个囚犯 从舞台回到监狱 他是终身监技 那一刻的时候我泪流不止 因为我仿佛在电影里面看到了自己 舞台是一个让我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 自由驰撑的 有非常多的故事 爱情 灵魂在我身上附着的一个开放的一个时刻 但舞台也是我们的牢笼 就我们的宿命是在于 你作为一个演员 你在自由的时候束缚了你自己 因为你永远都离不开这个舞台 舞台将是你一生 舞台就是你实现自己所有梦想的自由而禁锢的一个空间 当然我也很享受这个空间 是因为只有在那一刻我才是自由的 我用了32年的时间学习首演身法部 所有的这一切训练是如此的艰苦 那昆曲到底于我而言是什么 或者于我要给予的观众是什么 它绝对不仅仅是首演身法部 绝对不仅仅是那些古老的故事 昆曲是我们触碰生命的一次机会 珍惜我们彼此面对面 在舞台和剧场的那个时刻 因为我们将有可能触碰到我们的生命